嗨,大家好,我是吃货八姐,今天的美食地图之旅又开始了。 这些官微会咯咯哒,就连其董事长树从轩也不是出来咯咯哒两声,两者甚至还会联动,董事长你这时间不对,哪有集中五咯咯哒的。 而树从轩则反驳道,你在教我做事,咯咯哒的营销策略的确很火,不仅食品领域相关的周黑压的官微,会到部分下方评论区大叫咯咯咯,桃李面包在现求面包叫法,甚至几粒汽车都会来滴滴几声。 像孩儿等也会调侃几句,让老乡鸡的官微变得属实热闹。 一,找岳云鹏代言,曾请市长到快餐店吃鸡,儿子两口身家八十亿。 老乡鸡的代言人,是颇具笑点的相声演员岳云鹏。 2020年9月,岳云鹏在社交平台发声,董事长树从轩非常可爱。 老乡鸡,我为你代言,咯咯打,并配上一张魔性的灵魂披图。 随后,老乡鸡还发布一个鬼出洗脑的广告宣传片,而岳云鹏和老乡鸡董事长均进行转发,并同样赋言,咯咯打。 实际上,老乡鸡的善于营销早就有所体现。 早在2004年,还未改名为老乡鸡的肥皙老母鸡,便遭到禽流感痛击,急得董事长树从轩团团转。 最终,树从轩想到一个类似巴菲特午餐的方法。 他在几经辗转下,把当时的合肥市长请到自己的快餐店吃鸡,成为当时的一大新闻,吸引无数顾客。 在2021年胡润百富榜上,树从轩的儿子树小龙与妻子董雪,以80亿元的身家,与唯品惠的沈亚,威马汽车的沈辉等人,一同位列榜单第909位,并成功继身安徽合肥师达富豪之列。 有报告显示,老乡鸡计划筹备在深交所主板上市。 目前,国内中式快餐品牌主要包括永和大王、真功夫等。 而老乡鸡很可能会成为中式快餐第一股。 二,农民的逆袭,创业十百倍产被搬家,种田两年东山再起。 当然,作为一位从农民逆袭的亿万富豪,树从轩靠的并非仅是会营销几个字。 1982年秋天,刚20岁出头的树从轩,复原后回到安徽肥夕老家。 由于粮食连年丰收,颇有想法的树从轩便思考到, 这么多粮食吃不完,一定会衍生出许多新行业。 如粮食深加工,酿酒和养殖业,这或许是个路子。 不过,当时的树从轩可没多少钱。 而像粮食加工这样需要巨大资金的行业,并不是他能沾染。 但养鸡这种的投资却可大可小,几百块就能起步。 非常适合资金并不充裕的自己。 于是,树从轩就在筹措一千元后,办起一个家庭夫房。 可惜的是,第一次创业并未向树从轩规划的路线前进, 无情打碎了他的致富梦想。 由于缺乏经验,树从轩这次操作可谓血本无归, 就连帮别人大夫的一千多枚鸭子也夭折了。 大夫的主家当然不干,要树从轩立刻赔钱。 可掏空积蓄的他,没钱赔付,便想着请债主给些时间缓一缓。 于是,债主就把他家里值钱的东西搬走了。 新婚妻子也哭了好一阵子,创业失败的打击无疑是巨大的。 没了本钱的树从轩,不得不开始种地。 这不仅是为养家糊口,更是为将来的东山再起继续积累资金。 1986年秋收后,下定决心的树从轩再度重操就业。 将攒下钱,全部用来搭建夫房。 第二次创业的初期,依旧很艰难。 大冬天天不亮,树从轩就从十多里外的急震, 用扁当往家挑鸡蛋,还借来板车,运送抗扶需要的稻草。 就连晚上也睡不好觉,每小时起来翻一次蛋。 就这样,树从轩慢慢积累起资本,并将自己的夫房越做越大。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,树从轩得知了AAG的存在。 这是源于美国的一个培育型肉剂品种,不仅肉质鲜嫩体型大, 生长速度也快,从出口到上市不到两个月, 可谓碾压当时的国产机。 未能弄到AAG重担,树从轩带着几千块辗转全国, 奔波始于天,最终如愿以偿。 这件事也让树从轩知道,一个好机种能带来多大的收益。 后来,他还专门用几年时间培育出肥稀土鸡, 并借此确立了当地养殖大货的地位,赚得盘满钵满。 三,学养快餐搞餐饮。 一家店一年半就能回本, 儿子美国留学归来被下放。 难道一辈子就这么养鸡? 随着资金的越发充足, 树从轩开始有了别的想法, 不如21世纪, 肯德基, 麦当劳等洋快餐开始大举进军中国。 树从轩突然想到, 如果能打造出一款以肥稀鸡为主的中式快餐, 会是个不错的主意。 说干就干, 树从轩立即创办快餐店, 成立合肥肥稀老母鸡餐饮公司, 并用几年在全国铺开。 实际上, 树从轩最早给连锁店的取名是肥稀老母鸡, 这是因为在安徽当地, 肥稀老母鸡是相当有名的特产。 不过, 随着产业越做越大, 树从轩认为, 这样的名字会被误认为是肥膩的鸡, 而且名字太长, 不易在全国传播, 于是就改成了老乡鸡。 老乡鸡到底有多赚钱, 我们目前还不得而知。 但从树从轩2014年的一段采访中, 可亏出一二, 在安徽, 连带迂府的房租, 一家店的前期投入在100万左右, 基本一年半就能回收前期的固定投资, 96%的门店是赚钱的。 2021年, 树小龙从美国肯特州立大学毕业回国后, 就被父亲下放到养鸡厂办起了私料, 并和养殖厂的工人同吃同住, 而他只是本分地干着自己的工作。 此后, 树小龙又从服务员做起, 一步步升为店长和经理, 并最终又回到父亲身边。 疫情以来, 中式快餐连锁品牌老乡鸡, 不断吸引着关注。 2020年, 疫情爆发之初, 一段老乡鸡董事长, 树从轩, 首次员工减薪联明信的视频, 在餐饮界火线出圈。 老乡鸡自此走入大众视野, 加速狂奔。 四, 结尾篇, 2021年实现40多亿元营收, 全国门店超1000家, 以约增进20家新店的速度扩张。 门店数量超过1000家, 老乡鸡将这个数据, 打在了每家门店的门头上。 2021年底, 随着上市辅导的披露, 老乡鸡距离, 成为中式快餐第一股, 又进了一步。 一碗老母鸡汤, 一位网红董事长, 让老乡鸡跃身为中式快餐赛道, 固执百亿的一匹黑马。 讲完了老乡鸡爆火的故事, 大家说说你对老乡鸡的印象吧。 我是吃货八姐, 每天更新各地美食剧文吃货故事。 关注我, 一起享受美食生活。 今天的美食地图之旅就到这里了, 再见, 拜拜。